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订婚时 裴琪安放了我的鸽子 跑去安慰他养的雀 他带着他出国散心 与他日夜缠绵 朋友打电话劝他 别太过分了 锦夏可是个好姑娘 他手指滑入雀的衣服 好是好 只是有些腻了 半个月后 裴琪安回国 带着礼物来找我 他以为我还会像之前一样 只要他说几句软话 我便会原谅他 可房门打开 他看着我脖子上 清晰浓烈的吻痕 红了眼 周锦夏 谁他妈碰的你 订婚仪式马上开始 可我却找不见了裴琪安 我拿着手机 一遍遍地拨打着他的号码 可却一直听到对方正在通话中 明明十分钟前 他还温柔地站在我面前 问我冷不冷 双方父母都已落座 主持人已经念起了唯美浪漫的诗词 我手心已经胶着得出了汗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裴琪安先生和周锦夏女士 我深吸了口气 尽量优雅大方地走上了台 主持人打趣道 陪少是不是太过紧张 所以还需要准备一会儿 我接过话筒 微笑着说道 实在抱歉 齐安他公司临时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 今晚的订婚宴就先取消 话音刚落 台下人就开始议论纷纷 我在众人打量 审视的目光里慢慢走下台 腿像灌了千斑沉重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两天两夜 任谁叫都没有出去 手机屏幕亮了亮 我以为是裴琪安给我回了消息 拿起手机的钱一秒 我还在想他或许是有什么苦衷 可当我打开微信 才知并不是他 消息是我三个月前 在瑜伽馆认识的女孩发过来的 姐姐 你现在应该很伤心吧 可是怎么办呢 陪少爱的是我 紧接着他发了几张照片过来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裴琪安 衣服散了大半 眉眼间皆是情欲 他一只手揽住女孩的腰 笑得恶劣 我控制不住怒气 把手机砸向了对面的镜子 玻璃四分五裂地散落在地上 映照出我带有泪痕的脸 这一刻我才知道 为何裴琪安最近总是很忙 忙得放了我无数次鸽子 原来他有了新欢 我收拾好了自己 走出了房门 我妈满眼担忧地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欲言又止 我抱了抱他 没事的 妈 我爸也走了过来 琪安这孩子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再有神妖急事 也好歹给大家说一声再走啊 等他回来 爸妈一定上门给你讨回公道 不用了 爸妈 我已经想好了 这婚就不定了 爸妈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我妈问道 想好了 我点了点头 脏了的东西就该扔掉 晚上 我穿着一袭红色露背礼裙 高调出现在上流社会的酒会上 所过之处 旁边人眼底皆闪过一丝惊艳 我从小便是漂亮的 只不过后来和裴琪安交往后 他老缠着我说 阿夏 我好没有安全感 你可不可以不要美得这么张扬 我这才选择了平淡肃静的装扮 因为他不喜欢烟味 我还戒了烟 周小姐脸皮还真是厚啊 身后传来一道鸡翘声 我叹了口气 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看向那人 盛婉婉傲慢地走到我面前 订婚现场 未婚夫人跑了 我要是周小姐 此时怕是没脸见人呢 我活动了下手腕 小白兔装久了 倒让有些人忘了 我是个什么脾气了 什么东西也敢议论我 你倒是想成为我 可惜投胎八辈子也够不上格 在他开口之前 我伸手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盛婉婉被我打得踉跄了几步 正好撞到身后的酒塔 酒水洒了他一身 他趴在地上 好不狼狈 有人跑了过来 弯下腰扶起盛婉婉 嚷嚷道 周锦夏 你干什么 留不住人 是你自己没能耐 你却把气撒在我们 这些不相干的人身上 简直就是仗势欺人 我好整以暇地打量着他 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 之前裴启安 给我讲的一个八卦 对啊 我就是仗势欺人啊 你能怎么着我吗 还有宋小姐 你在帮人之前 最好先搞清楚 你老公的出轨对象 是不是就是你眼前的人啊 宋小姐的脸呆住了 盛婉婉心虚地低下头 我无辜地耸了耸肩 转身离开 我在宴会厅里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我想见的人 好久没穿高跟鞋 脚后磨得有些疼 我绕到了厅外的花园里 赌气似的 蹬开了脚上的鞋 我倚着栏杆 从手包里拿出盒烟 风太大 点了几次都没着 需要我帮忙吗 昏暗角落里传出来的声音 让我身子微微抖了下 沈怀之走了过来 我眉眼一弯 好啊 本以为他会帮我挡着风 没想到这人直接拿走了我嘴中的烟 他低头把烟含在了自己的口中 伸手熟练地打着火 烟头明灭 我反应过来时 那支烟又回到了我的嘴中 还是他会玩 我深吸了一口 却被呛得咳嗽起来 他轻抚着我的后背 手心温热 我抬起头 正撞上他幽暗的双眼 好久不见 周锦夏 我勾起唇角 我好想你 沈怀之 五年未见 他比之前更加迷人 温热的手心离开了我的后背 他声音低沉 又想骗我 我伸手勾住他的脖梗 抬脚站在了他的皮鞋上 地上好凉 他眉心微皱 但还是任由我挂在了他身上 我订婚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我小声委屈地说道 他眼底情绪暗涌 点了点头 我现在老可怜了 圈里人都在笑话我 你要我好不好 他如墨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 缓缓出声道 没人要了 才来找我 我眼睛眨了眨 不然呢 周锦夏 他声音突然染上一层薄怒 你以为我还是十八岁的沈怀之吗 当然不是 我笑着又贴近了他些 你可比那时候有钱 有权 有势 没有人知道沈怀之是靠什么发家的 但两年前 这个人来到京市 只用了一年时间 便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如今已经成为京市 最让人不敢得罪的存在 那你凭什么认为 我还会接受一个被人玩过的女人 她语气冰凉 我抬着脸 眼圈泛红 沈怀之 别这么说话 我会伤心的 泪恰到好处地掉落 沈怀之喉结滚动 抬手恶狠狠地俯过我的眼角 周锦夏 我他妈早晚会被你玩死 风吹过来 我打了个哆嗦 在他怀里笑得楚楚可怜 好冷 去你家吧 他压低了眉眼 扣住了我的腰 周锦夏 和我回了家 就不能再跑了 否则 我弄死你 裴奇安的手机终于开了机 他看着两天前 周锦夏给他发的几十条消息 心里有些内疚 他正想着给他回个消息 朋友的电话 却率先打了进来 裴少爷 你可算接电话了 你去哪了 裴奇安看着身边 睡得正香的女孩 不由地勾起了唇角 斯若知道我要订婚 闹了些脾气 我陪他出国散了散心 电话那边顿了几秒后 又说道 奇安 你个人感情的事 我本不想多说 但锦夏是个好姑娘 有些事 你别做得太过分了 不然回头人 被别人追跑了 有你哭的 裴奇安看着窗外的雪山 自信笑道 锦夏好是好 只是在好 我也会有腻的时候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等我回去后 一定会和锦夏 好好道歉 他那个脾气 一哄就好 身边女孩 不安分地翻了个身 裴奇安挂断了电话 也忘了 给周锦夏回消息的事 我坐在 沈怀之的车内 忍不住 吞咽了几次口水 在车子再一次 急速驶过弯道的时候 我小心翼翼地 开了口 那个 你是不是超速了 这可是在国内 他冷着个脸 没有回答我 我只好闭上了眼 沈怀之的家 在郊区的山顶处 过了很久 车子才停了下来 他弯腰把我 从副驾抱了起来 口中轻吃一声 还是那么没出息 我不服气地撇嘴道 我这叫珍惜生命 他快步迈进房门 把我扔在了沙发上 我还未起身 他便起身压了下来 清冷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 我笑着挑起眉眼 就这么想我 他俯身就要吻上我的唇 我偏过脸 他掐住我的下巴 强行让我与他对视 周锦夏 要不要晚点新鲜刺激的 危险的信号 让我忍不住绷紧了身子 但我又有些好奇 好啊 沈怀之笑得隐晦 扛起我就上了楼 在沈怀之 把我绑在板凳上的那一刻 我还想着不过如此 这都是之前我玩他的手段 但当他退到门口时 我内心有些慌乱 沈怀之 你去哪儿 他朝我歪了下头 指了指我面前的大屏 好好享受 音乐声响 屏幕上人影晃动 只看了两眼 我便失声尖叫 沈怀之这个混蛋 竟然让我看鬼片 沈怀之 你他妈给我滚进来 我闭上眼睛 朝门口嚷道 可回应我的 只有屏幕里的人 我虽然人坐在板凳上 但我腿已经软了 没办法 我只好软下声 沈怀之 我知道错了 你进来好不好 五年前我不应该招惹你 更不应该拿刀捅你 你快进来好不好 我在心里默默数着 五 四 三 还未数到一 门便被推开 大屏幕也按了下去 沈怀之蹲在我的面前 仰头看着梨花带雨的我 王八蛋 我带着哭腔骂倒 他嘴角擒着笑 解开了绳子 确实该骂 我看着他潜藏爱意的眼神 尖色出声 沈怀之 我嘴被堵住 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我腿跨上他的腰 被他带到了床上 其实 我一点都不怕鬼 现实生活中 人远远比鬼可怕 五年了 我欠沈怀之一个道歉 以这种方式说出来 两个人或许都不会 太过伤情难堪 沈怀之注意到了我的分心 手掐住我腰间的软肉 在想什么 我眼神划过他胸口处的那道刀疤 漫不经心地说道 娱乐新闻上说你不行 他笑着吻了下我的眉心 周锦夏 我行不行 你不是最清楚吗 六年前 我出国留学 碰到了在餐厅打工的沈怀之 他长得好看 肤色又白 外国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开他玩笑 甚至动手 我看不惯 把他拽到了身后 扬言 他是我的男朋友 事后 他和我道谢 我看着他一百八十八厘米的身高 俊美的脸蛋 起了邪心 或许从我站起来的那一刻 我的正义之举就不单纯 两个选择 一百万 赔我一年 或者二百万 赔我两年 我趾高气扬地 邪恩图报 沈怀之浓墨一样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 突然向前一步 嗓音微哑 我选第一个 所以我和沈怀之的开始 更像是一场交易 但那一年 我过得很快乐 因为他 裴少 你快看呀 日照金山了 温思若摇着裴奇安的手 开心喊道 哦 裴奇安淡淡敷衍道 眼皮都未抬一下 他拿着手机 解锁后 又锁屏 动作反反复复 屏幕明了又灭 周锦夏已经十多天没给他发消息了 这不正常 他知道周锦夏做事一向有分寸 但以往他玩消失 周锦夏必然每隔三天给他发个消息 即便他从不回 周锦夏依然会如此 但这次 裴少 和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理我 温思若委屈地咬住下唇 裴奇安伸手揽住他的腰 刚说什么 我说 我们接下来去斐济潜水吧 温思若手指绕着颈尖发 裴奇安本想答应 但心里有个地方 却很失落 他温声道 乖 该回去了 下次再去 温思若不死心地吻上他的唇 去嘛去嘛 人家就想这次去 裴奇安冷下了声音 听话 温思若不敢再说话 他知道裴奇安虽然宠他 但也不允许他违逆自己 审怀之昨夜又折腾了我许久 中午我醒来时 他人已经走了 床头上还给我留了字条 晚上我来接你 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粤菜馆 门外铃声响起 我以为是他去而又返 简单穿了件睡袍 便起身去开了门 可没想到 门口站着的 是拿着一大束红玫瑰的裴奇安 阿夏 对不起 国外客户催得急 不得已我才 我抬手打了个哈欠 衣服稍微往下掉了些 裴奇安哑了声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脖梗处 我不以为意地把衣领网上拉了拉 不耐烦道 说完了吗 我转身就要关门 裴奇安却拉住了我 双眼心红 周锦夏 谁他妈碰的你 和你无关 和我无关 裴奇安加重了手中的力道 你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和我无关 我冷哼一声 裴奇安 订婚仪式早就取消了 别装了 什么跑国外谈生意 你真当我傻呀 这半个月 温思若把你伺候得不够舒服吗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裴奇安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我挑了挑眉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裴奇安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阿夏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打断了他 抢先说出了他的台词 都是温思若 这个女人勾引我 我喝醉了酒 没有把控住而已 再说了 我和他就是娃娃 这辈子 裴太太的位置 只会属于你 裴奇安 目瞪口呆 我趁机甩开了他的手 并且用腿踢中了他的要害 裴奇安痛苦地弯下腰 我转身关上了门 粤菜馆内 沈怀之仔细地为我挑着鱼身上的刺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下巴 沈怀之 你怎么这么好啊 他眉眼无波 只把鱼肉推到我面前 快吃 我眼睛眨了眨 田笑道 你喂我 沈怀之拿起筷子 夹住了我的嘴 周锦夏 别做 我洋装生气地往后撤了撤身子 他却自顾自地吃起饭来 不解风情 我嘟囔道 沈怀之眼角 却透着些愉悦 周锦夏爱吃鱼 以前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如此为他挑刺 但他却吃不了太多 大部分鱼肉最终还是落在了自己肚中 周锦夏在他面前总是趾高气扬 焦气得连泡面都不会煮 他清楚地知道 他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但他还是任由自己沦陷了 他拼命地努力 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与他比肩 如今他终于做到了 可已经物是人非 沈怀之 我吃饱了 我放下筷子 守在愣神的沈怀之眼前晃了晃 嗯 喝点水 我们就走 沈怀之自然而然地 把我剩下的鱼肉端到了他面前 我张开口 欲言又止 原来周小姐也在这里啊 身旁响起一道甜美的声音 我转过头 看见了眼神阴质的裴其安 和笑得得意的温思若 没想到沈先生还有挖人墙角的喜好 裴其安定定地看着沈怀之 沈怀之优雅地站起身 勾唇笑道 我是被包养的那个 谈不上挖人墙角 温思若挽住裴其安的胳膊 软声道 裴少 如今周小姐已经有了更好的归宿 作为朋友 你也该放心了 闭嘴 裴其安突然发了怒 温思若眼眶红了一半 我站起身 与沈怀之食指向握 感觉好吵 我们走吧 沈怀之点了点头 擦身而过时 裴其安低声道 是他吗 你脖子上的吻痕 是他弄的吗 我懒得理他 头依偎在沈怀之肩头 走出了餐厅 温思若半夜醒来 发现裴其安不在身边 他迷迷糊糊地下楼去找 却看到裴其安正拿着他和周锦夏的合照发带 他心中木火中烧 想也没想 便伸手夺了过来 他都已经抛弃你了 你还想他干什么 裴其安阴冷地看着他 拿过来 温思若把照片藏在身后 裴少 你清醒一点 只有我是真的爱你 你忘了我们在一起时 你是多么的快乐吗 裴其安伸出手 声音很利 我再说一遍 拿过来 温思若眼泪如掉了线的珠子一般 他咬了咬牙 把照片撕了个粉碎 即便裴其安迅速站起了身 还是没能阻止 裴其安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转身给了温思若一巴掌 力度之大 直接让他踉跄了几步 跌倒在地 看来是我太宠你 以至于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裴其安缓步走到他身边 弯下腰掐住了他的脖子 你给我记住了 你只是我养着玩的一个宠物 你永远都没资格 坐上裴太太的位置 温思若艰难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你既然这么爱他 为什么还要招惹我 裴其安眼神中有一瞬间的愣证 接着像是被人戳穿了渣男本质 愤怒上头 温思若的脸越来越红 腿像只溺水的鸭子一样 胡乱地扑腾着 我 我怀孕了 你不能杀我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嘶喊道 裴其安回过神 手慢慢松开了他 早晨我醒来时 沈怀之正在阳台抽烟 背影极尽落寞 我穿上睡袍 拉开阳台门 从身后抱住了他 怎么了 他暗灭烟头 转过身抱住我 外面冷 回去 我把头埋在他胸口 闷声道 不回 你身上暖和 他无奈地轻笑一声 抱起我就回了屋 刚刚你在想什么 我依偎在他的怀里 仰头在他锁骨处落下一吻 我在想你什么时候提合同的事情 沈怀之声音低沉 周锦夏 你陪我这么多天 就是为了给你们周家 争取那份合同吧 我眼睛亮了亮 沈怀之 你真聪明 你这么说 还真是不怕我伤心 沈怀之自嘲地笑了笑 只是那笑意 多少带着些苦涩 你知道的 我是个坏女人 我看向她的眼 我有时候想想自己 还真是挺贱的 明知道你是利用我 却还是自欺欺人 幻想着 或许你对我还有一分真心 她手指拂过我的下巴 落在了我的锁骨处 想咬我吗 我看出了她眼底的欲望 伸手把睡袍落在了腰处 她眼底情绪翻涌 最终还是吻上了我的唇 当年周家遭人陷害 几乎就要破产 落井下石的人很多 更有甚者 要绑我回国卖钱 我为了不让沈怀之 摊上这场灾祸 硬生生地与他断了联系 谁知回国那天 这小子不知 从哪儿得了消息 追到了机场那儿 当时带我回国的人 是与我爸妈不对付的大伯 我生怕他用此事再大作文章 只好把沈怀之 当作死缠烂打的坏男人 还狠心拿休息式的水果刀 划了他的胸口 回国后 我游走在各种商业酒会 努力为周家谋得一线生机 索性功夫不负有心人 案件逐渐查明 周家慢慢起死回生 后来我每天都忙碌在公司业务上 即便偶尔想起沈怀之 也有心无力 本就是露水情缘 开始的也不清白 我那样对他 或许他早已恨透了我 再后来 我就遇见了裴奇安 他对我温柔体贴 用尽心思 我慢慢接受了他 即便后来我知道沈怀之回了京士 成了不可招惹的权贵人物 我也没生出其他的心思 时间流转 我们已经错过 我虽不甘心 但向前看才是最重要的 若不是裴奇安订婚的时候 不辞而别 恐怕此生我也不会再去招惹沈怀之 我被沈怀之禁锢在床 和他身体之间 身体不由自主地轻颤着 我眼神描摹着他的眉眼 动情地说道 沈怀之 怎么我说什么 你都信啊 你不知道我嘴硬的吗 我他妈一直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沈怀之失神片刻 接着脸上涌出激动的神色 周锦夏 你再说一遍 我手攀附着他的腰腹 扭过脸 我说我他妈喜欢你 沈怀之这下彻底听清了 他压着嗓音 不骗我 我转过脸 认真地看着他 不骗你 他眼圈泛红 埋头在我的颈间 周锦夏 老子真是爱惨你了 我带着沈怀之回了老宅 男人嘛 他想要点安全感 就给他好了 爸妈见到他的时候 有些吃惊 我拉着沈怀之的手 坐在了沙发上 爸妈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沈怀之 我们打算要结婚了 沈怀之眼底闪着光 像是回到了18岁那年 叔叔阿姨好 我一定会好好爱护锦夏的 这辈子我一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 请你们相信我 接受我 我爸妈的脸都快笑出花了 不用想都知道他们的心思 女儿嫁给了如今京圈最得势的人 他们想不笑都难 我和沈怀之要结婚的消息 很快在圈里传了起来 裴奇安眉眼阴郁地滑动着手机 助理敲门走了进来 裴总 人已经送进去了 裴奇安站起身 看向那偌大的落地窗 周锦夏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温思若被人绑在了病床上 他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你们放开我 我没病 护士不耐烦地往他嘴里塞了快抹布 他绝望地流下眼泪 他没想到裴奇安会这么绝情 硬逼着他打了孩子不说 还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临近婚礼的前两天 我和沈怀之共同出席了业界酒会 毫无疑问地我们遇到了裴奇安 一段时间没见 他倒是轻瘦了不少 沈先生 恭喜你 他端着酒杯朝沈怀之大方说道 沈怀之挑起眉眼 裴先生看着怎么不太开心 明知顾问 沈怀之有时候还是挺恶劣的 裴奇安压住眼底的恨意 沉声道 沈先生看错了 我是真心祝福你和锦夏的 沈怀之耸了耸肩 无所谓 裴奇安再也维持不住面上的体面 握住酒杯的手抖了起来 我赶紧打起了圆场 裴先生和温小姐好事也将近了吧 沈怀之勾唇看了我一眼 裴奇安好像更生气了 他把酒杯重重摔在桌上 转身离去 沈怀之低头靠近我耳边 周锦夏 你杀人诛心啊 从卫生间出来时 我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人 我刚要表达歉意 她就从包里掏出块帕子 捂住了我的口鼻 不过三秒 我便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人已经在顶楼套房了 裴奇安阴森森地坐在沙发上 不是吧 裴奇安 你搞绑架这老一套啊 我坐起身厌恶说道 他站起身 给我递过来一杯水 阿夏 你未免太小瞧我了 我没接 他笑了笑 把水放在了床头柜上 等着看吧 我要告诉你 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 即便是沈怀之 你就能保证 日后他不会背叛你吗 阿夏 别傻了 你选他 还不如选我 我看向他 眼神轻蔑 你自己龌龊 别拉上沈怀之 他不以为意地 打开我面前的大瓶 这是隔壁套房里的监控 沈怀之瘫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你把他怎么了 我站起身 别着急呀 我只是给他下了点 能够让他快乐地要 裴其安声音里 带着些许兴奋 无耻 我恨恨骂倒 几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鱼灌而入 她们浮起地上的沈怀之 对着镜头 搔手弄姿 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 硬着头皮 把床头柜上的水 递给了裴其安 你到底要干什么 裴其安笑着 看向我手中的水杯 阿夏 你这是在求我 裴其安 你停手吧 你不是这样的人 何必让大家搞得这么难堪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便让他们停下来 裴其安接过了我手中的水 饶有兴趣地喝了两口 我盯着他滚动的喉结 低声道 晚了 一点也不晚 阿夏 过去的事 就当我们从未发生过 温思若我已经处理掉了 只要你答应我不再与沈怀之牵扯 我们还可以像刚谈恋爱那时候一样 裴其安激动地想要抱住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 兴致勃勃地看着大屏幕 裴其安眉心微动 顺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 沈怀之不知何时恢复了清醒 正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 让手下人带走那些女人 他 你 你们 裴其安慌张地与无伦次 谋士已深入局知道吗 蠢货 早就知道 你不会善罢甘休 递给你水之前 给过你机会的 可你不中用啊 我妈撒着指甲 第二郎当地说道 裴其安量呛了几步 只觉浑身燥热 跌倒在了地上 房门被打开 沈怀之走了进来 我朝他笑道 都安排好了 沈怀之笑得神秘 放心 保你满意 裴其安当压的消息 被人报了出来 有图有真相 裴氏集团的声誉 一夜之间一落千丈 再加上沈怀之刻意地打压 裴氏内忧外患加在一块 很快便千疮百孔 我已在沈怀之的肩头 笑得开怀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 你怎么给裴其安 准备的是男人啊 沈怀之委屈巴巴 这可不怪我 他那是自食恶果 裴其安被家族除名的那天 我正好与沈怀之 在海岛上举办婚礼 春日阳光明媚 沈怀之一身笔挺西装 站在花园中心 他手指微微蜷缩 我爸带着我穿过一道道 花形拱门 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控制不住地双肩抖动 哭得像个孩子 十八岁那年 没能在一起的人 如今和春天一块 来到了我身边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婚礼前夕 未婚夫青梅的妈妈 突然去世 未婚夫要我取消婚礼 小家这么难过 你还想结婚 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我有 所以我换掉了新郎 她好可怜哦 你们在一起吧 好好照顾她 婚礼前一天 我最后把关婚礼流程 闺蜜陪着我 陈希颇为不满 这半个月 就你一个人 为你们的婚礼 跑前跑后 曾志安一直陪着 那个好妹妹 曾志安是我未婚夫 陈希口中的好妹妹 是曾志安 从小长大的邻居妹妹 我确定了 没有什么疏漏 签好字 随之不以为然地回她的话 我一个人又不是不可以 陈希严肃道 你不觉得她太操心 那个谁了吗 他们真没啥事 我跟你说 我在杂志社 可见到过不少 明面上说好兄妹 私底下情哥哥情妹妹的 我摸摸她的头 我相信她 不气了哦 我们去吃火锅 要是她在 又说去吃西餐了 她哼一声 表情缓和下来 傲娇到 等着 本宫上个厕所 我笑 插 我相信曾志安 这句话发自内心 我跟她在大学辩论社认识 她说话温和 话语间却充满 直出人心的力量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一次比赛后 她主动找我要了联系方式 她苦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个人 说得毫无还嘴之力 你太厉害了 我喜欢别人 肯定我的能力 我们约会两个月 确定了关系 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 刚在一起时 我就知道了周嘉嘉这个人 他们是青梅竹马 感情很好 她叫周嘉嘉小嘉 周嘉嘉直接喊她 哥 两人嬉笑打闹 跟亲兄妹一样 不过 曾志安很有分寸 周嘉嘉的生日礼物 全由我过目 曾志安从不单独 跟她出去 身体接触十分有度 没给我弄出过 小说里白月光青梅的 一系列狗血剧情 我们感情很稳定 大学毕业后 我和她都找到了 合适的工作 因此 结婚提上日程 婚礼日期 在三个月前确定 她带我去看了 周嘉嘉的妈妈 她跟我说过 小时候 爸妈工作忙 周姨总让我去她家吃饭 周嘉嘉妈妈生了一场大病 住院很久了 见到我 她挣扎着起来 给我包了一个红包 祝我们新婚快乐 她这半个月 情况忽然严重 所以曾志安多 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我很理解 思绪飘忽之际 我的手机响了 是曾志安 她告诉我一个 令我震惊的消息 顺意 嘉嘉妈妈妈去世了 我顿住许久 眼前出现那张苍白 真诚的笑脸 真心实意地说 解爱 她沉默许久 犹豫到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嗯 我们的婚礼先取消吧 我不敢相信 她说了什么 请柬发了 酒店定了 我爸爸妈妈 特意从老家赶过来 你现在说取消 为什么 那头传来 女生夹杂着抱怨的抽气声 她怎么能这么自私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妈妈都走了 她还想着结婚 她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跟你感情好 哥 我没有妈妈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曾志安应了她一生 语调沉下去 顺意 我知道很突然 可是嘉嘉的妈妈去世 明天婚礼 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真心疑惑 这两件事有冲突吗 婚礼下午三点钟结束 我们可以一起 帮她处理周姨的事情 曾志安再一次沉默 随后说出的话 像有人照我头上来了一棍 周姨去世 小嘉这么难过 你还想着婚礼 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说完 她挂断电话 我听着那头的嘟嘟声 愣在原地 头嗡嗡作响 周围喜庆的一切 渐渐虚幻 化为一张张略带嘲讽的笑脸 我和曾志安的婚纱照摆在一旁 两人脸上都是笑 那么开心 我却喘不过气 晨曦过来 着急道 顺意 你怎么了 脸那么白 我看着她 红了眼眶 周嘉嘉妈妈走了 曾志安想取消婚礼 她当即暴怒 她大爷的曾志安 老娘现在去首司那对贱人 晨曦找不到她 我也找不到 那一通电话后 曾志安失联了 失联前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等你想清楚 似乎在逼迫我取消婚礼 晚上 我爸妈察觉到不对劲 来问我 意义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志安的电话打不通 他们脸上有疑惑 更多的是担心 我心中一酸 跟他们说 没事 我找到曾志安的爸妈 第一次见他们时 他们表现出 对我的强烈喜欢 曾母强塞给我一个大红包 让我别跟曾志安说 免得他羡慕 曾父还让曾志安别欺负我 多让让我 不然他的棍棒可不长眼 那晚 曾志安洋装吃醋 说他爸妈 对我比对亲儿子好 今天我找到他们时 曾志安应该跟他们通过气了 两人的表情都有点尴尬 曾父骂曾志安糊涂 做事太冲动 怎么能不跟我商量 曾妈跟着数落几句 话锋一转 劝我 小一 要不听志安的 先取消吧 这孩子是个倔脾气 到时候我们亲自带他上门赔罪 曾父哀声叹气 志安他从小就重情重义 跟家家感情又好 发生了这么一桩事 也难怪 我冷漠地看着他们演戏 也是 我一个外人 在亲能亲过亲儿子吗 他们不过吃准我 曾志安吃准我爱他 不会为一场婚礼做绝 大不了最后轰轰 再还我一个婚礼 我就能当今天的事不存在 曾父曾母 吃准我对他们的儿子一往情深 现在生气又怎么样 以后结了婚 不照样得恭恭敬敬 叫他们爸爸妈妈 我起身 将之前收的改口红包 放在茶几上 叔叔阿姨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对上他们疑惑的眼神 我挤出一抹笑 婚礼的钱是我们家出的 我做主 曾志安当时提出 要办两场婚礼 一场在这里 一场在我的老家 我爸很高兴 要出这场婚礼的钱 曾志安顺着说 我老家那场婚礼 他出钱 钱都出了 婚礼肯定得继续 换个新郎就能解决的是 为什么要我丢脸 让曾志安丢吧 走出曾家 我给一个人拨了电话 送礼 方便结个婚吗 昏黄的路灯下 高挑的男生靠着杆子 口中吐出烟圈 鸟鸟烟雾生起 模糊了精致的侧脸 我二话不说过去 一巴掌打在他的后脑勺 脱口而出 小小年纪 谁教你抽烟的 宋林委屈地熄灭烟头 漆黑眉眼搭了下来 眼里带着水光 我都成年了 而且 想在你面前耍帅吗 打完我就后悔了 以前做习惯了 一时间没收住 我咳嗽一声 没事 宋林表情很快欢乐起来 眼睛亮亮地盯着我 活像摇着个尾巴的小狗 顺义 你是不是迷途之反 知道我比那个小子好了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比他大了一岁 他以前跟在我屁股后头 叫顺义姐姐 后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他不肯叫姐姐了 顺义顺义地叫着 我摇头 在他按下来的视线中 讲了来龙去脉 所以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在他的沉默中 我硬着头皮说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事 我知道 我是意气用事了 我愿意 宋林末地握住我的手 说得极为郑重 不管是真是假 我都愿意 我做梦都想当你的新郎 而且西装我自带了 我可不穿它的 它给我展示 身上那穿裁剪的 极好的黑西装 有备而来 我松了一口气 眼眶热热的 心头萦绕的烦闷感 被冲散不少 谢谢你 宋林 她的眸子中 倒映我的脸 忽而一笑 似春花烂漫 她搂住我的肩膀 投靠向我 用手机自拍了一张 发给我 来不及拍结婚照了 这个你凑合着用 下次咱们再认真拍几百张 婚礼那天 化妆师在给我化妆 婚礼在两个小时后正式开始 我突然有点心虚 为什么一定要争这口气 有意义吗 宋林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我的身后 化妆镜中倒映她俊美脸庞 等到化妆结束 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扶着我的肩膀 脱长音调 曾知安慰别人抛下姐姐 一点都不考虑姐姐 不像我 只会心疼姐姐 我扑痴笑出声 吐槽 绿茶男 婚礼开始的前半个小时 曾知安主动给我打电话 声音低沉 顺意 你想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她语气缓和下来 带上惯常的温和 我就知道 你不会这么没有同情心 我在陪小家看墓园 等我们忙完了 我会去找你的 我听到周家家在那头的催促声 温柔道 好啊 我等你们 挂断电话 我呸了一声 傻掉玩意 心里再生不出一点难过 只有期待 期待曾知安看到我的婚礼 会有什么样的祝福 婚礼开始 场上我跟曾知安的照片紧急换成了昨天我跟宋林的合照 曾知安那边的亲戚都没来 空出不少桌子 我爸妈铁青的脸色在看到我旁边的宋林时 僵住 整场婚礼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下结束 笑得最开心的是宋林这个傻子 一双漂亮的缝丹眼全程只看得到一条缝 他对着我爸妈一口一个岳父岳母叫得亲热 叫得他们从一开始的不自然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另一个最认真的就是晨曦了 他找了一个最好的角度将婚礼从头录到尾 结束后他把视频发给我 我发到朋友圈 仅曾知安周佳佳和我们大学的共同好友可见 他们大半都来到现场 从晨曦口中听到前后经过 不约而同地站在我这边 一群人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在下面回复 又幸福了姐 有空计地带姐夫来打台球 我回复学姐 必须的 这个姐夫比上一个帅 祝幸福姐 我一直是她 姐 以后就是她了吗 好好对姐夫 我 我不会让她输 一片嘻嘻哈哈的回复中 突然出现两条画风不同的回复 曾知安 顺意 婚姻不是儿戏 别开玩笑 我回复 你没来见证我的幸福 我很遗憾 看着来自同一个人的一通又一通电话 我忽视心里蔓延开的酸涩 笑得开怀 顺意 角落传来一声可怜兮兮的叫唤 我咋办呀 你不会把我用完了就扔吧 我这才想起来 房间里不止我一个人 我尴尬地看向宋林 有点心虚 真忘了 谢谢你今天的帮忙 演得很好 要不是她笑得这么傻 曾知安也不会气得打这么多电话 宋林嘟囔道 这可不是演 是排练 啊 我没听清 疑惑地望向她 她低下泛红的脸 不说话了 我穿着婚纱 她穿着西装 却全然不像一对夫妻 谁都不说话 房间里安静如鸡 我打破沉默 我请你吃饭吧 她抬头 眼睛亮晶晶地 点头 我想吃那个 大半夜 我们插开腿 坐在矮凳上 面前是一碗热乎乎的麻辣烫 我无语又好笑 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大出血呢 宋林笑得很满足 我在美国 每一天都想着跟你吃这个 隔着阴晕的雾气 她的眼珠一错不错地看着我 我心里微动 回忆起小城从前 我们住同一小区 同一单元的同一层 她爸妈每次吵架 她都坐在门口的楼梯上哭 我见到总不忍心 拉着她去街角偷偷吃妈妈 不让吃的麻辣烫 香香的 辣辣的 一小碗 我们分着吃 吃得嘴巴和鼻子红红的 宋林会委屈地问我 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总吵架 大人的事情我不懂 她抽抽鼻子 难过到 他们总说我爸爸人好 是我妈妈爱吵架 可我觉得 爸爸才是错的 妈妈跟她说话 叫她做什么 她都不搭理妈妈 妈妈才会叫 会哭 难道嘴巴不是用来说话的吗 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爸爸怎么不懂呢 我拍她的背 给她顺气 我听我爸爸妈妈偷偷说过 宋林的爸爸是闷葫芦 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当朋友可以 当家人真的会被逼疯 宋林忽然握住我的手 小小的脸满是认真 我们以后结婚了 我不会像我爸爸那样的 顺意 啊 看她哭得这么惨 我没有说出那句 我们不会结婚的 只含糊地问问 当时 我九岁 她八岁 时间悠悠 八年一下子过去 沉默寡言的叔叔 愈发崩溃的阿姨 茫然无措的宋林 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 不知道是谁想清楚了 刚过完年 宋林父母领了离婚证 宋林妈妈要出国 我们当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她出国前的一晚 十六岁的宋林让我出来 她说 喜欢我 我拒绝了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我喜欢的是我爸爸那种 成熟体贴的男人 宋林红了眼眶 问可不可以抱抱我 我点头 她抱住我 说了一句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超级宋林 随时出现 这是我们小时候 经常一起看的动画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突然不再点开 就像那天匆匆告别 说妈妈更需要她的少年 再见 已是六年后 隔着生腾的雾气 我望着那张 与六年前相比 英挺不少的脸庞 宋林脸上 象征童年天真印记的 婴儿肥完全消失了 眉眼漆黑 下河分明 一个完全成年的男人模样 我们分明该感到陌生的 时隔六年的突然相见 不合情理的请求 然而 我对她全然没有陌生感 只有亲切 那是在一个个午后 一起借口写作业 却偷偷打开电视 看动画 结下来的情谊 我问 宋林 你怎么回国了 宋林默了几秒 视线落在我脸上 眼底似有光波荡漾 悠悠道 我想家了 原来是想叔叔了 还是一个小孩呀 我了然一笑 你去见过叔叔了吗 叔叔又结婚了 后面半句我没说 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了 宋林愣了一瞬 没有 如果需要 我可以陪你去 好 第二天我特意请假 去曾志安的婚房收拾行李 婚房是他爸妈 在他大学时准备的 地段不错 离我们公司都很近 所以毕业后 我搬了进来 我们过了半年的同居生活 我拉了不少东西在里头 是时候清理出来了 这时候 曾志安应该不在家 我拿钥匙打开门时 看到一地的杂乱 翻倒的酒瓶 散落的衣物 我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悄然走到虚眼的门口 推开门 客厅的光钻进去 让我能看清楚里面的场景 绿色的床单上 躺着一男一女 他们紧贴着 穿着清凉 姿态亲密 很奇怪 这一秒 我想的竟然是 床单脏了 床单新换没多久 我仿佛还能闻到 我亲自倒下去的 薰衣草洗衣液的味道 以前让我极为喜欢的味道 此刻甜腻的惊人 让人想吐 我干呕的声音 惊醒梦中人 对上他惊慌的眼神 我心底最后一丝 西季灭了 我好庆幸 幸好我们还没有领证 我扭头就走 身后发出 嘻嘻苏苏的声音 曾志安追出来 拉住我的手 顺意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甩开他的手 冷冷看着他 穿件衣服吧 他面路窘迫 赶忙穿上上衣和裤子 周佳佳到不着急 躲在被子里问 哥 我穿什么呀 衣服昨天都被你弄脏了 他轻飘飘看我一样 眼里略带挑衅 妈妈去世的悲伤没看出来 想当小三的欲望一清二楚 我以前怎么看不出来 他有这想法 是见面少了 曾志安看我一眼 从衣柜拿出一套我的裙子 我冷冷道 别动我的衣服 脏 他脸一白 只好拿了他的 周佳佳穿好衣服走出来 我越过他们进去 收拾我的衣服 脏死了 回去得消毒 曾志安 慌慌张张过来 按住我的手 你在做什么 我闲悟地将他推远 别动我 你觉得 我是在做什么 当然是 踢掉一袋脏垃圾 曾志安皱紧眉头 用一种 你在无理取闹的表情看我 他叹一口气 你误会了 昨晚小家很伤心 我陪他喝酒 我们两个人都喝多了 又吐到衣服上 所以才脱掉外衣 没来得及换衣服 就睡着了 我瞪大眼 叹为观止 多棒的理由啊 多单纯的兄妹情 我不敢相信 这是曾志安会说的话 这个在我眼中 成熟体贴的男人 这一瞬间 烂得彻底 你别这样 我跟小家 他顿住 表情有点奇怪 不可能有什么的 我不知道 他这是什么意思 周佳佳打断我们的对话 哼道 哥 你跟他说 这些做什么 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脏 而且 你忘了 他昨天背着 你跟别的男人 举行婚礼了 曾志安想起来了 他黑下脸 好像一下子 变成受害者 有底气找我要个解释 顺意 你太任性了 婚礼是儿戏吗 找人演新郎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快删掉那条朋友圈 我将行李相一观 直起腰 与他对视 新郎逃婚了 我换个新郎 不是很正常吗 曾志安用失望的语气说 周一去世了 你却只惦记着婚礼 康顺义 我想不到 你是这么自私 毫无同情心的人 我们好像变成辩论场上的正反方 竖起耳朵 针锋相对 势必找出对方的弱点 一招毕命 你觉得我生气的是你要取消婚礼吗 跟不值得的人多说无意 但我康顺义从来不是一个忍气吞声 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的人 我气的是你通知的态度 气的是你的逃避 我一锤定音 你是在冷暴力 我筹备婚礼的一个月里 曾志安大部分时间 放在周家家母女身上 你说我自私 没有同情心 那我有阻止你去照顾他们吗 这一个月 我确实生过几次气 第一次是我们约好是婚纱 结果我一个人在婚纱店等了他五个小时 天都快暗了他才姗姗来迟 一问才知道周家家不满意现在的看护 觉得看护在他妈妈睡觉时玩手机是偷懒 他吵着闹着换一个负责任的看护 曾志安处理完才过来 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不满 觉得周家家太任性 但也能理解 毕竟阿姨是她唯一的亲人 我一个人在婚纱店等了那么久 几批人来来往往 他们八卦 我是不是逼婚把新郎逼跑了 被丢在婚纱店 我委屈我难过我生气 但你过来跟我解释后 我有追着不放吗 第二次不满 是拍婚纱照那天 她带周家家过来 说担心留她一个人 她会胡思乱想 周家家坐在角落 时不时捂住脸 似乎在抽气 因而曾知安全城心不在焉 拍了将近一百张 能用的没几张 我当时生气吗 当然生气呀 早早起床化妆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可我有阻止你去安慰她 继续照顾她们吗 婚礼更是 全程只有我一个人操办 我是干活动策划的 策划过几场婚礼 不过我自己的婚礼 我也想有另一半一起商量 即使这样 我也没有打扰你 我知道你带周姨如亲人 照顾她们已经很累了 所以我还不够谅解你们吗 你呢 你为什么不能谅解我 一个月的心血 付诸东流的难过与不舍 犹如没有未婚夫的一个月 每天都像一根根稻草 叠加压在我的肩膀上 可是一痛痛打不通的电话 拒绝沟通的态度 才是最后一根 压倒骆驼的稻草 我不解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不解 好好解释 耐心安慰 诚恳道歉 比起冷暴力 这些就这么难吗 拒绝我的电话 跟你爸妈通气 知道我找上门后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聪明 我将所有的委屈发泄出来 不觉得丢脸 也不觉得这样咄咄逼人 更不是想当受害者 只是 我凭什么要把委屈吞到肚子里 然后领下自私 没有同情心这个帽子 嘴巴 不就是用来说话的吗 曾志安追求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我性子急 想一出是一出 他性格温吞 做事有条不稳 交往四年 我们没有争吵过 是所有人眼里的恩爱情侣 我原以为以为 我们是互补 天生一对 所以才满怀憧憬走进婚姻 好在 仅一场争吵 让我认清他的真面目 差一点 我就要陷入到 这种有毒的亲密关系里 一方沉默 另一方在这种沉默中崩溃 最终还要被不知情的人指责 他多可怜 他是疯婆子 我多幸运啊 因为见过太多筹备婚礼期间闹翻的夫妻 毅然决定先举行婚礼再领证 躲过一劫 曾志安被我一句又一句杂蒙 片刻后 他面露懊悔 我不知道你那么委屈 小家当时一直哭 跟我说只要让你自己冷静 你就会理解我 我的心里不再有波澜 因为他不再是重要的人 只是一件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待问题 作答即可 我 曾志安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周家家没有缝住你的嘴 没有打断你的腿 更没有摔烂你的手机 周家家的问题 是曾志安的问题 应该由他来解答 却不应该由我们来 就像分手 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你让我很失望 我不能接受一个用冷暴力解决问题的男朋友 更不能接受这个人会成为我的丈夫 所以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转身离开 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在熟悉的人 在熟悉的房子 不是我的 我都不要 曾志安追过来 拽住我的手 祈求道 我不分手 不就一场婚礼吗 去你老家那边办 都有我来 不用你忙 赌赌 有人敲门 宋灵靠在门口 顺意 我等的花都谢了 你怎么还不下来 曾志安的脸 一下子涨得通红 手上用力 我说 怎么为了一场婚礼就分手 原来是找好了备胎 我的手腕瞬间红了 想抽 抽不出来 宋灵握住我们的手 生生扒开 用拇指指腹 慢慢妈撒那道红痕 勾勾唇 哥哥别生气 你眼角的皱纹好明显 不像我 为了在姐姐面前 一直是最美的样子 天天护肤呢 不过我天生丽质 随便保养就很好看了 哪像哥哥 他眼神如剑 射向曾志安 带着恶意 难为悦己者容 怪不得姐姐不喜欢哥哥了 原来是老太快 曾志安 只比宋林大一岁 然而肉眼看下来 后者朝气蓬勃 向出入大学校园的青春男大生 曾志安身上 则带着禁淫社会的现实 曾志安脸黑如墨 我看得解气 却不想背黑锅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还给你们 我跟宋林从小认识 她出国好多年 我们没再见过面 再见面 是托你的福 婚礼是一场戏 我单纯为出气 这口气出了 那我总不能让宋林 继续背着横刀夺爱的名声 宋林没有因为我的解释开心 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哼一声 曾志安脸色变好了 你愿意跟我解释 我很高兴 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别人插不进来 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她 算了 我有巨物恐惧症 我怕大傻雕 走吧 我带宋林离开 曾志安准备追出来 却被周佳佳叫住 哥 你让我穿你这件衣服出去吗 脚步声停在门口 我不在乎 等待那扇为我打开的电梯 下到一楼 电梯门再次打开 熟悉的人出现在外头 曾母看我 又看帮我拖着行李箱的宋林 亲切的嘴脸完全消失了 她阴阳怪气地说 小姨呀 女人要自爱 做事别太冲动 小姨名声坏了 以后被婆婆赶出家门 又求我儿子接盘 宋林在我身边捂着鼻子 难受极了的模样 顺意 你有闻到谁放屁吗 好臭啊 我笑出声 指桑骂怀 宋林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某人的儿子跟她口中的妹妹 亲亲密密躺一张床 以后指不定哪个老实女人接盘 好在我命好 没嫁给她 托她全家的福 宋林赴贺 要不怎么说 有福之人 不进 无福之家呢 曾母被我们说的脸都憋子了 怕将她气出个心脏病 额上我们 我们匆匆离开 坐上车 我们才对视 大笑出来 我夸她 你越来越会说话了 她夸我 你一如既往稳定发挥 以前在小区 总有小孩 拿她爸妈天天吵架的事情 嘲笑她 宋林嘴笨 不会骂回去 她胜在武力墙 能将挑衅的小孩 打得还不了手 那些小孩恶人先告状 这时候我会站出来 会声会色地描述 他们是如何嘲讽 谩骂宋林的 生动的样子 让来找事的家长面都挂不住 揪着自家孩子跑了 我的生活回到正轨 我告知了爸妈真相 他们没有骂我 反而庆幸我没有跳入火坑 让我有时间带宋林回家吃饭 宋林以前就总来我家蹭饭 我爸妈把她当半个儿子 我当然是硬下 宋林又成了我的邻居 在我隔壁租了房子 每名其约 互相照应 唯一不顺心的是 曾知安的死缠烂打 她几乎天天来接我下班 以前偶尔有 每次在公司楼下见到她 我都会十分惊喜 现在 我看到她只有一个念头 烦人的家伙又来了 我全当没看见 走自己的路 她坚持一个月后 知道这招没用 开始发动我们的大学同学求情 他们知道婚礼的事情 没一个帮她 只拿此事来跟我八卦她的心理 最后得出结论 巅工一个 还有一个夜晚 她醉熏熏给我打电话 说她在酒吧 很想很想我 我听她在那头哭着说她对不起我 她不应该逃避时 我心无波澜 周佳佳生气地在那头喊 她都为你这样了 你一点都无动于衷吗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挑眉 狗写小说看多了吧 神经病 挂断 再次拉黑 一条龙服务 电话事件的第二天 接我下班的人成了周佳佳 她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眼睛瞪得溜远 像要喷出两团火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哥 你以为你是仙女吗 我哥喜欢你是你的福气 我被她的模样吓得后退几步 生怕她发电 她更生气了 咆哮到 要不是我跟我哥一个爸 你以为还有你什么事吗 我们高中就睡过了 我被这消息雷得不轻 甚至还有点响吐 这是什么毁三观的发言 周佳佳以为打击到我了 得意道 因为我们不能在一起 她才找的你 你不过是我的一个替代品 我上了出租车 拿出手机 将刚才的录音发给曾母 幸好我担心 她玩栽赃陷害那套 提前开了录音 阿姨 你后院着火了 我再发过去 我们公司婚礼策划的价格表 补刀 要是有需要 随时找我 我不计前嫌 给你打折 没多久 我听说曾母偷偷验了周佳佳 和曾父的亲子关系 两人亲妇女 曾家乱成一团 不少人亲眼见到周佳佳和曾父被挠破脸赶了出去 再后来曾母闹离婚 一桩桩下来 曾志安眉心思在骚扰我 我落了个清静 周末 我妈让我回家吃饭 说是宋林的妈妈回国了 我跟宋林一起回去 见着了她同母异父的混血妹妹 金发闭眼 洋娃娃似的 可爱极了 宋林妈妈很稀罕这个女儿 视线一直聚在她身上 嘴角不自觉带了笑 一口一个杯地叫着 相比之下 她对宋林显得颇为陌生 就我们进门时 她换了一声她的名字 吃完饭 宋林妈妈带女儿 去阳台看我妈养的花 叫了宋林过去 我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 不小心听到她们的谈话 宋林妈妈怎么突然回国 要不是康仪说 我还不知道呢 一个妈妈要从别人口中 才知道儿子的下落 她们的母子关系 比我想象的疏远 宋林低着头 因为我的家在这里 宋林妈妈冷笑道 白眼狼 我养了你这么久 你心里只惦记你那个爹 宋林看向她 你和她的家 都不是我的家 我在你们那里都是客人 顺意在的地方才是家 你们不要我的时候 都是她带我回家 宋林妈妈的手抖了抖 声音有些哽咽 你再怪我 我不怪你 我希望你过得幸福 宋林妈妈不说话了 妹妹指着天空 脸上扬起天真浪漫的笑 哥哥 太阳 宋林摸摸她的笑脸 没有看她指着的方向 而是转头看向我 嗯 太阳 宋林妈妈只留了两天 后面要带女儿去打卡上海 和香港的迪士尼 宋林没有陪着去 她说要工作 回城的路上 我提起她出国的六年 我好像一直没问过 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她说了 在美国的第五个月 她妈妈跟大学同学结婚 两人很快有了小孩 她跟继父的关系本就疏远 妹妹出生后 妈妈全部的心思 也放在妹妹身上 她是家里的客人 多余的知干 上大学后 她自己搬去学校宿舍 她知道继父不想见到情敌的孩子 就很少回家 大学毕业后 她也迷茫 不知道该去哪里 直到那天 我知道你要结婚 就回国了 我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就算不是为了我 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没想到 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在那天买了回国的机票 她是那么认真 认真的让我不得不重视 在以前的我看来 有点幼稚的感情 我继续留在岁城工作 我不可能为一个人 恨一座城 曾志安的威力没有那么大 宋玲拒绝去她爸爸的公司 选择留在岁城 开始创业 她信心满满地说 我要为了成为更好 配得上你的人而努力 半年后 我们正式交往 我答应的时候 她叫了一声 做了一个起跳的动作 很快她想到什么 恢复稳重 笑着说 真好 幸好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不然肯定会高兴地晕过去 我哈哈大笑 捏她的鼻子 别装 从上一段恋情我学到了 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 不是看外表 而是看做事的态度 跟宋玲交往期间 我们吵过几次架 她不满我加班太多 我觉得她太粘人 一日三餐都要汇报 但我们没有冷暴力 而是选择坐下来摊开说 最后我们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 不管多忙 一个星期必须抽出三天一起吃晚饭 约会两次 期间不允许回复任何工作消息 宋玲呢 一日三餐的消息可以发 不强迫我回复 可以等我有空了慢慢批阅 此后一年 我升职加薪 有了几场被称为行业经典的策划 宋玲的小公司招了越来越多人 生活无限美好 我们准备结婚 婚礼在老家举行 这一次还是由我策划 宋玲全程陪伴 端茶倒水 试试回应 婚礼那天 曾志安不请自来 事后她说 今天的你很美 我送她 别演 宋玲撅着嘴过来 欲盖弥彰地说 我们成熟男人不吃醋 我在她唇上啄了一口 小醋包 你已经很成熟了 你很美 我知道我买得宋玲的小块 我要正在晒 我们订阅 我云 说